Drop Not my president Not my president Not my president Hear these words You will never be ignored again 他說川普就職當天 令他意識到 白人至上主義運動 不能再繼續至上談兵 尤其在目睹另類 右翼領導人許彬色 在華府典禮附近 遭抗議人士當街通歐之後 更令他謀生 自幕後走向台前的決心 You will not replace us You will not replace us Ariot-克萊因因此在2016年 加入美國白人至上 組織歐洲身份 花不到一年時間 便晉升組織領導人 該組織主張種族隔離 宣傳對象 為25歲以下的 美國年輕人 一年多前 克萊因過著雙重人生 白天的頭銜是企業人力資源主任 夜晚則化身極右派網路紅人 綽號猶太獵人 克萊因在網路畫迷莫斯利 與20世紀英國知名納粹人物 莫斯利同名 這位極右派政治家 正是希特勒的崇拜者 川普的當選 鼓舞了美國境內的白人至上主義者 克萊因便因此決定放下鍵盤 走出電腦 進入現實世界 組織極右派街頭運動 一舉成名天下之的一仗 是他一手策劃的 夏洛茲維爾市白人大遊行 白人大遊行 以種族衝突告終之後 克萊因獲得極右派組織 歐洲身份青睞 延懶為領導人 他也開始以發言人身份 與媒體接觸 包括答應紐石進行 五個月的貼身採訪 但建立於謊言之上的自我包裝 因此遭到錯破 中文字幕提供 这一天欧洲身份与另类右翼 重回夏洛兹维尔市集会游戏 两大美国基欧派组织 希望再次争取精神领袖 南北战争南军主帅Rob Lee的雕像 不再转型正义风潮之下 遭到弑府移除 克兰因面对扭识镜头时 把自己描述为一名美国的爱国者和一战毛兵 克莱因不断说着自己 与许多极右派运动的志同道合者一样 曾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战场上 打着不可能胜利的战役 早就对美国政治制度失去憧憬 他们都是热爱美国的美国人 是在拥有光荣的人生经验后 才走到了极端的世界观里 非观仇恨 我们都在拥有光荣的人生经验后 我们都在拥有光荣的人生命中 我们都在拥有光荣的人生命中 但纽石记者提出疑问 克兰因的话就像这天游行参议者的身份 一样不可考 他们都是退伍老兵吗 还是只是一群信口开河的无核之众呢 我继续从 Kuwait到 Baghdad 返回来 然后我们在伊拉克的沿岸 和伊拉克的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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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说你在伊拉克吗 是的 多久 were you there 只有三个月 或者九个月 不同于三个月 我去到Kuwait 三个月 然后没有伊拉克 然后九个月 对 对 对 然后到最终端 因为我只在2010年上升高校 对 你能不能够说 你能够在军队里面 我能够在军队里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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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兰因在服役经历上的说法 前后矛盾 纽诗记者因此产生怀疑 进而进行调查 克兰因则继续公开行程 前往佛州大学 发表人生中首场公开演说 畅谈他心中崇高的白人至上主义 只可惜等待着他 及演说合办人 另类右翼领袖史冰瑟的 并非万头专门会场 而是人数多于台下听众的抗议团体 对他们俩不留情意的虚声 事实证明 纽诗记者的直觉是对的 国民警卫队送回他们的申请文件 证实克兰因在服役期间 从未被派至海外作战 所以, what were the dates that you were there? I think I'm trying to find out 2012, I believe but I gotta look 遭揭穿说谎的克莱因 没有退缩 只是继续变换着他的人生经历 纽诗记者说 这是一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 白人主义运动 这群白人至上主义者 打着身份认同的大旗 掩盖着骨子里 歧视总流的不争事实 欺骗造就了另类右派运动 与克莱因形成完美绝配